北冥有声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出品 北冥有声录制的 我有一座恐怖 第669情 众人逃出立丸镇后 诚哥叫上一辆出租车 将部分人先送回了家 他自己则打开黑色手机 查看这次任务得到的奖励 发现其中有一份镇长的遗书 使用后居然可以 为恐怖屋开设分店 恐怖屋再扩解两次 就能达到新的等级 也就是说 诚哥那个时候 就可以使用镇长的遗书 到其他城市开设分店 这算是一个保障 不过我现在 只需要好好经营 新世界乐园的鬼屋就可以了 等找到了父母 一切稳定后 再做其他的打算吧 诚哥滑动屏幕 又点开了剩下的几条信息 幸运的厉鬼眷顾者 恭喜你完成三星半难度试炼任务 全星恐怖场景 立万镇正式解锁 立万镇 三星半恐怖场景 该场景由立万住宅区 立万私立医院 十字路口 笑面圈 附二层电梯 深夜饭店等场景组成 应该曾经占地面积极广 请慎重选择 是否对外开放 幸运的厉鬼眷顾者 你成功救出四位无辜者 获得追加奖励 开藤手套装 他是世界上著名的杀人狂 同时 他又是一个除了尸体以外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连人种和性别都无法确定的谜团 开藤手套装 迷都缝衣 这件缝衣 可以遮住你的面容 隐藏你的体型 掩盖你犯下的所有罪行 开藤手套装 黑色信封 开藤手曾留下署名 将死者的器官装入信封 寄送给当地的报社 开藤手套装 幸运剪刀 这把血迹斑斑的剪刀 和幸运完全沾不上边 可他就是被命名为幸运 开藤手套装特殊效果 外科手术 在大雾弥漫的夜晚 套装效果将被激发 完美摘除脏器 需要丰富的手术经验 你将继承 那份残忍的天赋 看到黑色手机显示 自己救出四位无辜者 诚哥送了口气 这四个人正好对应 范聪他们四个 确定他们都是无辜之后 诚哥也就放心 让他们在鬼屋里工作了 算上碎卢医生套装 和无面护士套装 这套开藤手 是我拥有的第三套装扮了 看着背包里的碎卢锤 诚哥心里很清楚 这些套装绝对不简单 他们和普通鬼屋里 那些演员制服 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可能都是真假伙 幸运剪刀 这东西等我检查过以后 可以先让剪刀使用 他应该会喜欢这个角色 收起黑色手机 诚哥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 除了黑色手机的奖励之外 他还在立湾镇 弄到了不少好东西 严大年的漫画册已经装满 现在老员工们正在加班加点 培训新员工 这么多执念和厉鬼 足够填满整个场景了 诚哥开始构想 怎样把饭店老板 交给他们的变态游戏 与鬼屋参观结合在一起 他们想得十分入审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市分局 诚哥一下车 就立刻吸引了门卫的注意 当那人看到 诚哥把李正从车内抱出的时候 立刻跑了过来 李队 人没有大碍 只是昏迷过去了 都昏迷了还是没有大碍呀 你怎么不把他送医院呀 门卫大声喊叫 把旁边来报案的人都给架住了 听到声音 屋内值班的警察也跑了出来 被门卫这么一说 诚哥也愣了一下 他清楚事情的经过 知道就算送到医院 也没什么大用 所以才想着直接送到市分局 毕竟这地方他来得多了 习惯信了个字 说开到市分局 这是李队昏迷前 队昏迷队 他除了阎队 谁也不相信 让我必须要亲自把他送到阎队面前 诚哥背起李阵 也不让别人碰 好 你先送医院去 你跟他一起去 我就去联系阎队 在市分局警察的安排下 诚哥他们又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这地方诚哥也非常熟悉 李正被送入急诊 进行检查 诚哥就守在走廊上 大概半小时后 阎队赶来 这位看起来贫易近人的警察 明显憔悴了许多 诚哥和范聪一下站了起来 阎队 李队在屋里 仍处于昏迷当中 阎队似乎一晚上没睡 状态不是很好 昨晚怎么回事 你们又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李正 我们是在立湾站 找到的李队 他正在独自追赶逃犯贾民 诚哥知道 严多必失的道理 只是告诉了 严队一些基本情况 奇怪了 李正为什么要独自行动 在这期间 还和我们中断了联络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一个具有十几年 行侦经验的一线刑警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从严队的表情能够看出 相比较抓住贾民 严队其实更关心的是 是李正 诚哥眼睛看着旁边的 不锈钢茶杯 笑声说道 可能是因为 那个邪犯有问题吧 他不像是正常人 严队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很显然知道些什么 诚哥通过不锈钢茶杯上 反射出的影像 看得清清楚楚 行了 这事我来处理 你们俩去做个笔录 好的 在里湾镇 诚哥从李正嘴里 得知了严队是有背景的 刚才简短的对话 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严队一直站在诚哥这边 似乎还对他十分欣赏 多次帮忙 所以诚哥也就没有往深处想 作笔录的时候 范聪也从警察嘴里 得知了自己哥哥范大德的消息 昨晚暴雨 范大德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 他只是受了轻伤 反倒是撞他那个人当场身亡 给人的感觉是 就像是有第三者 在操控那辆车一样 知道自己哥哥没事 范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录完笔录后 就直接去找他哥了 诚哥询问警察 确定没什么事后 也回到了新世纪乐园 紧赶慢赶 他总算在乐园开业前赶到 小顾和徐婉 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了 老板 你这晚上干啥去了 怎么每天你这个 住在鬼屋里的人 反而总是最后一个出现 我起了个大早 跑人才市场转了转 面试了几个新员工 他们今天中午就会过来 别磨叽 赶紧去化妆间 准备开工 在虚拟未来乐园开业的前一段时间 将是成个鬼屋的最后一段发展时间 现在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早上九点乐园开业 游客蜂拥而入 恐怖屋门口瞬间排起了长队 休息厅那里 也聚集了一大批鬼屋爱好者 他们显然是把诚哥这里 当作了自己的基地 背包里的员工们 大多有伤在身 正在疗养 诚哥只能亲自上阵 可是他只有一个人 分身乏术 员工又缺少态度 这导致部分场景的难度被降低 通关人数增多 游客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兴奋 叫嚣着要征服鬼屋 看着如此具有活力的游客 诚哥也发自内心地 为游客们感到高兴 通关三星场景的人越多 能挑战三星半场景的人也就越多 看来我要尽快 建造好低湾镇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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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